位于北台湾的宜兰罗东,在太平山伐木事业兴盛的时候,于民国十三年开通了森林铁路,并且完成第一架的蒸汽及材机,因此也带动了整个宜兰地区的发展。 在当时,与阿里山、八仙山并称为台湾三大林场,走进当时林场里,也许繁荣景象不在,但也能感受到当时的氛围。 盛况的时候,在太平山里面,员工包括建树有三千人,还有小学,你就知道在山上三千人的话, 真的是很环荣。 离开林场,我们来到太平山下的仁泽温泉。 这里是当时林业新盛时期,达官贵人泡汤休憩的地方, 而后在领馆处接管后,重视对外推放。 仁泽温泉,泉水清澈,无色无秀,属于碱性碳酸钙泉。 因此泡过温泉之后,能够改善体育,并且有舒畅筋骨的功效。 沿着旧铁道,我们来到当时的竹墓池。 这里曾经是北台湾最大的竹墓场所。 而后在1982年,台湾停止木柴砍伐作业。 林管处把这里重整为林业文化园区, 让来到这里的民众可以回味当时的林业盛况。 也许这里早已不同以往, 但那段咱华的辉红历史将永远烙印在你我心中。